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公司新推出的超声波美容仪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清洁功能 还有一个是超声波导入功能 这两个功能都是基于超声波的高频震动原理 首先是毛刷清洁功能 它主要利用超声波的高频震动原理 让洗脸刷上的细毛震动 帮助洗面来形成高密度的均匀泡沫 彻底清洁脸部 在使用超声波导入功能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把刷子拿开 第二个是超声波的导入功能 它也是利用超声波的高频震动原理 深入到皮下组织的4到6毫米 它能改善血液循环 其次其高频震动原理导致的温热作用 能快速将护肤品导入肌肤 让肌肤更好地吸收护肤品中的营养成分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 首先是适用人群 1.皮肤有脂分泌旺盛 有痘痘、粉刺、黑头、肌肤暗沉的人群 2.输油大、水油不平衡的皮肤 3.长期不做清洁和经常化妆的人群 4.皮肤吸收、代谢不好、缺乏营养的人群 5.毛孔粗大、皮肤粗糙、不光滑的人群 6.爱美及生活精致的人群 7.肤色暗沉、蜡黄、肤色不云者 8.经常室外工作、晒太阳的人群 9.长期处在不透视的办公室 成天对着电脑手机的上班族 10.经常做饭的家庭主妇 接下来是禁忌人群 1.患有严重心脏病者胜用 2.皮肤严重过敏、浓包、溃烂者胜用 3.皮肤病和传染病患者如湿疹、牛皮痫等 4.皮肤有损伤、炎症等局部病造者 5.刚做过微针、整形手术或填充者 6.孕妇、婴幼儿禁止使用 我们首先先来介绍超声波清洁功能 第一步是卸妆 根据皮肤选择不同的档位 1. maker眼镜lied脑 3.完全是用烈牛肉给生耳暖 incom面了 早点似乎 4.你怎么冤架 表演 3.道地 1. Page 5.明镜団 3 清洁 弄一下鼻 4 爽不睡 4 爽不睡 5 反爽 安寸 3 爽不睡 4 爽不睡 4 爽不我很准重 6 爽不睡 封面膜 8.清洁 9.爽肤水精华乳液 9.爽肤水精华乳液 10.爽肤水こと導致 操作后注意事项 1.加强补水 保湿 防晒 2.建议每天敷一次面膜 连敷三天 3.避免吃辛辣 油腻食物 避免熬夜 抽烟 喝酒 多吃蔬菜 清淡食物 密线反应 做完皮肤干燥缺水 紧绷 起红点都属于正常现象 超生过激活细胞之后 皮肤会比较缺水 出现以上情况 前部敷面膜就可以改善